其實香港的工商業廢物的情況很嚴重 是不是? 由2006年的1795噸 到2016年的3954噸 驚人 反而家居立這個廢物 雖然回歸了21年 是降了的 最近加了一些 還有建築物的傾倒 就是 是怎樣呢? 2006年就是 投訴是3242宗 2016年71014宗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加了費 就是兩段這麼多 只是抓這些已經可以了 你向小市民 埋手有什麼用呢? 你就說5毛錢一個膠袋了 2009年我做立法會議員可以通過的 現在2016年 增加了八成的膠袋入口 那位做環保生意的人 好了 生產一集怎麼做呢? 我們每個都在說什麼台北啊 首爾啊 那些 台北怎麼做的 知道嗎? 哪個入口可以回收的東西 麻煩按回你入口的額 給回稅給環保處 拿來去給那些 recycle的工業 我們有沒有人做的? 我們政府有沒有說做過啊? 有沒有啊? 我昨天去踢球啊 在這個石結尾公園啊 我喝了個罐 是這個 咖啡的罐 是女兒來的 我拿著她走 穿過南山村 到處找 找不到一個地方 扔到的女罐 最搞笑的就是 我走到公園那裡 寫著 1988年 深水埗區議會支持環保 1988年 31年前說在這裏支持環保啊 我問你各位啊 你去這個地鐵站 你找那些 扔鋁罐、扔玻璃的 你找不找到? 地鐵站為什麼要拿空間來? 商場啊 我住屋邨的 我那裏 全部的人想扔 把分類都要扔到地上 因為已經滿了 因為那些工友太辛苦啊 把那些分類的垃圾 倒進去不分類的垃圾啊 你政府不做事怎麼搞啊?